马龙逆转梁敬坤 山东鲁能红扫对手以8连胜晋级 北京时间10月9日消息 2021年拼超联赛继续进行 马龙逆转战胜梁敬坤 王楚清贡献2分 山东鲁能以3比0红扫山东卫桥 他们以8连胜结束第一阶段比赛 山东卫桥 汕头队和上海队也都进入前四晋级 山东鲁能对阵山东卫桥是一场焦点战 双方争夺第一阶段投名 马龙作为一单出赛 第四局梁敬坤曾以9比7领先 但马龙没有放弃 他掀起反攻连得4分 以11比9逆转拿下 从而以3比1战胜梁敬坤 汝能队以2比0领先